我喜歡拍攝 是輕輕的 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每一個都已經看過他們的作品 每一個人的評論 他拍了什麼照片 是什麼照片 彩色黑白 有沒有主題 沒有主題 還是玩感覺 我全部都有評論 自己由一分到五分 一個剔到五個剔 五個剔的就最好 我覺得最好 四個剔的都已經很 outstanding 有些可能是 那幾張照片 都不答八 四五張照片 完全沒有related的 或者不是很有主題的 五個突出的 會低分一點 但是這次整體參與的水平都非常之高 都是很頭痛的 都用了接近三四小時 看了這裡這麼多的作品 這個是我交給Matchel的成績單 這是禮盒 這是禮盒 是點心嗎 對 哦 還沒過 哇 有沒有臘腸 或者是隱腸都可以 哈哈 這麼高要求 下次呢 下次呢 煲仔飯 這次呢 就吃點心外賣 下次呢一定是 打火鍋 講一下這個十四鐵漢 看看大家的照片 欣賞一下大家的大作 那麼 吹一下水 喝一下咖啡 那初初說 原來早知說 打火鍋 是不是 這裡我可以打火鍋 就不是真的打火鍋 那就是來 濕四鐵漢 大家知道報名了 報名就超額營救了三倍 所以我們呢 就來選一下 又在這裡曬名啊 爹 什麼曬名啊 事實來的嘛 各位好 Jeremy 對了 今天大家一起玩一下 選一下相片 吃一下飯 很Chill的一個夜晚 那 希望待會選一下 大家的相片 看看大家寫的文字 讓我們思考一下 究竟什麼的組合 我們最適合 放我們在十四鐵漢 它有點頭暈的 不過我就不適合時間去不了 那去看一下都 我覺得沒有辦法 到2月8日到2月8日 那去看一下 沒有一口的 但是我今天開的時候 其實這部機器沒有問題 但是我這條HDMI 可能內無用 就搞了 那你見到你 你是因為minimal 那個想法去做 而不是因為 說 整黑了 暗了 叫minimal 那所以我覺得 現在 影街的 朋友 無論是 叫做大 或者小 或者什麼 組別 年齡層都好 其實是很多人 尤其是可能年輕那一班 因為其實 手機拍到 相機又很容易賣 嗯 所以其實你用一個 數碼的形式去 去放一些相片上網 啊 社交媒體 其實是 每個人都可以做到 就是不知以前的門檻那麼高 那所以 但是他們 很多時候 那個想像就是 局限在放上網 跟著可能是 一個 電子屏幕裡面去看 但是我們自己 可能我們本身 可能看多些 print了的相片 或者我們看展覽 那 而十四鐵漢都做到第三季 嗯 那我們其實是 好像有少少 有個 使命 或者是有少少 叫做 exposure 讓他們看到 原來的相片都可以print出來的 嗯 如果街拍也好 那他們可能會 不僅是在Digital 都會看 嗯 那原來 都可以印出來 或者是 書又好 線又好 或者是 相片又好 什麼都好 那當有這個platform 去存在的時候 就等 怎麼說呢 就是等很多不同的 影街拍的人 都會 想像到 可以 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的方法 去表示我們的作品 很多不同的形式 去展示 一些visual 我們的creation 對 所以這個也是 就是 其中 就是去到Season 3 的一個 platform 去到更加 讓到這個 香港街拍 或者攝影文化 去更加 學會它 因為不僅是 對 其實 因為所有的人 都在拍街 或者是 很多人都在拍很多不同的題材 未必只是街 我們 可能是 IG 其實都是 做了這麼多年 做了十年 都這麼久 對 我都十幾年 創作 你可能是 紀錄一些 documentary 風景又好 或者你自己 可能是一些 天馬行空多些 creative的東西 或者什麼都好 就是在記錄這個城市 無論你是 對於 人文街拍有興趣 或者是對於 映舊的建築物有興趣 或者什麼都好 其實都是以攝影的形態去表達 當然 當然 對 所以 這次 十四鐵漢 就是給大家 原來攝影 從一個 印象的 展覽角度 出來看 原來 跟我們本身 IG look 也很不同 真的很不同 真的很不同 當然 也要一些成本 也要復場 等等 其實所有事情都是學習 所以 幾年前我開始 有做一些展覽 所有事情都是從零開始 那 就算我們做 OK 我和Matthew 做 再我做 我都捧開了 所以要大家合作 就是 搞一個這麼大型的展覽 或者展覽 其實都是一個 大家互相觀摩一下作品 也好 或者是互相學習一下也好 所以 沒有 我覺得是一個 挺好的平台 讓大家 不是獨家村 這樣 很多很多朋友 家拍都喜歡自己個人 我也喜歡自己個人 但有時 有些 一個人的時間 有些 群組的時間 Wordy Be All Friends 他們說 是一個很強勁的 polarity 就是 你拍照的話 是你自己一個人 但是 拍完的作品 你是想被人看的 你明白嗎? 那個polarity都很強 其實 是矛盾的 攝影藝 還有 你怎樣 由 很多照片裡面 可能是再組織一個 series 一個系列 可能四張、五張、六張 什麼都好 其實都是一個學問 或者是一個藝術 那個學問很高 但是 print照片又是另一個 去選 五張出來 可能我覺得 你五張是好 是Victor 我覺得他拍得好 是我的看法 或者你又選一些出來 大家去 communicate之後 出來其實是 所有的東西 越變就越明 你越溝通得多 講得多 看了那堆照片之後 你就講得到出來 講到故事出來 就是你讓我拿出來 然後給大家拆我 不是 這個叫做Critique Critique 譬如你說你有困難 選不出 但其實我一直都有看 我是你的粉絲 我有Like 尤其是你最喜歡 你拍的髒口短片 特別 那些大丈夫那些 哇 一流配 一定Like 這是我的創作 是啊 所以你說你沒有照片 其實你不是沒有照片 你是很多照片 但是你一個展覽 正如剛才所說 我去看剛才十四節 可能選出來 我自己有幾個原則 三個原則 第一 主題性是什麼 第二 那個拍攝 整體 拍緝照的風格 嗯 還有它最重要的是 它的訊息是什麼 見相如見人 看完那五張照片 看完它的緝照片 我會感覺到這個Potalk 是一個什麼風格 這個其實是要透過Shotard Alliance 年頭年底 有攝影展覽 Followwalk 又出來飲茶 食飯 散的三個 一個 打火鍋 這裡我可以打火鍋 還有一件事 我是幫你剛才說的 即是Shotard Alliance 十四節汗 八五二Followwalk 這些所有的東西 就要融合多些不同的 男也好 女也好 老鬼 老鬼 大叔 大叔 年輕一點的 或者一些18歲的 年輕的 女士也好 男人也好 其實要搞多些Followwalk 活動 是要掙扎多些 譬如像Charlie 其實跟我拍攝很多時候 他說是年輕人 很興奮到Black and White 街道 他們經常有很多溝通 變成我們這個社群 其實是去影響到 有些有心玩攝影 或者我們這些人 不是最老 但屬於中間那一層 又不是什麼大師 又未到我們 但我們的確是有一定經驗 你也不是我 大家都有 分享到的 所以其實多些Gathering 多些不同年齡層 的人一起玩 香港的攝影文化 對 Gathering 剛剛說的 這間拍攝 不能夠 很大 有時候拍照 我拍照很多時候 或者最多 可能是同一年齡層 我基本上 差不多 我極小情 一年內 不多過一次 兩次 三個人一起拍攝 差不多沒有 你看到我這麼久 有沒有接近零 我一個人 一個人拍更多 一班人 反而就 一定會吹水 喝咖啡 但我覺得 某程度上 一班人都需要 你真的知道 大家 有時候 不關攝影也好 你自己吹水 是否有關係 或者 如果說攝影的話 就是 看看大家有沒有 不同的想法 令到你自己 不會太過 Evo 對 我也可以說 Networking 當然 當然 對 Evo 對 你可以保持自己的風格 但是 你不能太過分 你 你必須要是 你的工作 對 當然 你要看這個世界 看大一點 就算不是香港人 街拍 威威威威 那樣的事情 其實你也可以 看很多不同的 攝影書 或者外國的大師 或者你去旅遊 去東京 或者去其他地方 也好 其實那裡 都有很多不同的 事件的元素 可以給你參考 當然 所以 那時候 有時候 我們香港人 都會說 氣材 但是 當然是一個 Essential 但是 Essential 要有聖歌 除了器材之外 原來還有很多不同的 層面 可以 這些文化 可以再學 好 你們吹吧 好 再說 再說 好 明天再見 好 好 那 你們兩位 看看照片 我再約一個時間 好 OK 好 再說了 拜拜